我們在這一次的兩岸首間的兩岸寶寶樂壇 主要的作業是在於過去幾十年以來 久遠都不談 因為科技波道那邊有很多數據 我們不太清楚 但是就五十年以來 我們整個地球 我們只有這個地球 我們就單單從它的極端氣候這個角度來看 在五十年前十年當中 每十年一個輪結 它的發生的全球的極端氣候 只是個位數 甚至是十二、十三次而已 每十年不斷地增加 幅度不散地上漲 到二零一零年 兩千年到二千一零年 全年所發生的極端氣候是一百二十七次 我看這個浮現比股票的極端還要漂亮 而且長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想這些東西在我們你我之間 我們長輩 我們自己身邊的子孫 我想大家不太願意面對 我們現在僅有的這個地球 哪一天突然流線 也許我們大家都專注在眼前的事業 眼前的養生 眼前的美食 甚至 那些還存在嗎 也許很多很多的人 有部分的人跟我們講 這種事情 這麼大的工程 去做它的人 好像有點傻 但是這種傻事 也必須要有傻人來做 那我們主要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它不單只是一個活動 不單只是一個論壇 我們在未來我們的期許 是希望把環保的理念 或是節能簡單具體的技術 或是措施能夠實際的去推動 而全球的氣候短暴問題 何其大 我們主演於台灣跟我們同胞大陸先來協和 好不好 好 這一次因為是首屆 所以說我們著重在它一個指標性 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首先在台北原山飯店來舉行這一次的 兩岸的環保跟新能源的合作論壇 而不用交流 或許我記得馬先生上台以後三年多的時間 我們兩岸不斷的在交流 當然關交流 關談感情不結婚 我想這個意義不大 所以說今天就是我們希望兩岸 環保結婚的日子 好不好 好 大家很多前輩很多先進 對環保方面都琢磨非常非常的長時間 講的重點都是完全切入目前的大環境 但是推動起來 老實說 誰笑好 不知道 未來還有很大的一個進步空間 我記得去年十月二十四號 在空軍官員活動中心 舉辦的紅灘的我們聯誼三會的時候 聖龍大師當時也是在座的最大的一個獎勵 但是給我們的指示 希望在素食方面 能夠推廣到大家所有的生活當中 甚至全民 其實我們也在這一次的圓山飯店 我們晚的晚夜裡面 我們也推廣環保健康餐 說說就說 我們今天晚上每個人都可以嘗到 今天圓山飯店所推出來的環保健康餐是 三昏七素 大家來品嘗看看 我們希望把這個素食觀念注入到我們每個的家庭社區 到社會的每個角落 這個是我們希望整整面面都要去做的事情 我很感謝聖龍大師在其他事情給我的開始 謝謝 當然大家來這次不是為了要吃素食而來 我希望以後是為了吃素食的來 一看到環保活動一家舉辦 一提到素食去哪會好呢 還可以顯得來更多的人來 在素食這方面 不單身為健康 尤其是剛才侯慧傘所提到的 他真的對健身健談影響非常的甚遠 總共近68億的人口 這些生素等等所產生的二氧化碳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 素食非常的巨大 非常豐富 但是我們今天舉辦這個環保合作 跟新人員的這個分壇 主要的目的 可能是今天在座非常多的科系業 科系業者 潔能簡單設備的業者 大家都來了 尤其是我們大和 能源科技公司 大家鼓掌一下好不好 大和 我們台灣水素公司 今天也來了 也是在潔能簡單設備這方面 還有我們的安理科技公司 我們廖同事長 這個都是在推廣 潔能簡單設備這方面 可以說研究非常深 而且有具體成果的這些科技公司 在HG這幾年 本人來往大陸之間 深深感覺到 兩岸之間 在局域上來講 真的很遠 但是在心裡面呢 每次來大陸 光光來這邊 感覺到沒任何報導 感覺我們彼此的心都很近 但是 有人說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 台灣環保大聯盟協會 它就 本身社團組織來講 它是非盈利事業 它是一個公民團體 它不能有任何盈利行為 它沒有必要圖利事情 但是它可以做一件事情 它必須可以圖利廠商 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 為了地球環保 為了能夠大力的推廣 兩岸之間 潔能簡單的設備 能夠普及 能夠對整體的地球的溫度 整個的自然災害 這些極端的災害能夠減緩 我在這個地方 我願意來圖利 兩岸的潔能簡單 設備 以及環保 這方面的利益 好不好 好 今天活動結束以後 就是我們要具體化的開始 在下一屆的北京舉辦 或是下一屆的我們台北戰線 我們就必須提出 界對界之間 到底我們彼此做了哪些事 合作的哪些具體的下方 而產生了多少的利益 這個利益 不是對團體 而對其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來參與 我們整個學球 關心學球系統暖化 以及我們要用力的 具體的來推廣 節能減碳 各種措施 或是生產設備 而是一堆的 有一個性的 在哪裡 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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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